跟中方被抓只能重罰新台幣3000 那不就好有嚇阻作用 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2021年1月 台灣母圈最大的風暴就是 這場夢見媽媽遇到更中狂 在台灣的住所也被發現了 有個奇怪的男子直接跟夢見大話 並直誤他夢見講 這很明顯就是被認出來了 事情發生後當然是要來處理 報警把這個奇怪男子法辦 我就想說來查查看 被抓之後的色違法會怎麼處理 哭啊 居然是重罰新台幣3000以下的罰款 最好是有嚇阻作用啊 於是又搜尋相關的新聞 果然跟蹤者是非常的囂張 有位男子都已經上了新聞 長相跟新鳴被攤在陽光下 鏡頭前他居然還是繼續跟蹤 警方也無奈 因為沒有傷害行為只能口頭勸導 新聞到這裡就結束了 也不知道受害者是否找回平靜的生活 天啊 重罰3000 是不是該修法了 查了一下確實有在修 所謂的糾纏行為防治法草案 最高可處三年圖刑 與印科30萬元罰金 太棒了 終於可以淹塵了 但這案子還卡在立法院 所以綜合以上情報 目前在台灣遇到更中狂 司法的力量是頒不上忙的 之前有一位網友想把不一定本的中資人找出來 那時候有勸他不要這樣 應該多尊重主播的影視 而對方居然回應說 觀眾有權知道主播的長相 才能確保自己斗內沒給錯人 這個就是最恐怖的地方 架害人完全沒意識到自己在做壞事 把侵害他的影視 講作是唯物收視權利 明明是跟蹤傷勞卻當作是愛的追求 這種人不用多 1000個質疑出現一個 就能把主播給逼瘋了 我觀察好一陣子的vtuber討論 覺得虛擬主播在台灣還是起模棄 很容易講著講著 大家就把話題帶到主播現實的身份 比起聲音或演出 許多人更貴心他外表正不正 我自己就遇過網友跑來問 某某主播本人是不是很漂亮之類的 就連雲之上夢見被跟蹤的討論算 下面也會出現 夢見本人應該很正之類的留言 綜合以上情報 只要觀眾還熱衷於調查中資人 而法規也沒辦法延辦跟蹤狂的情況下 台灣vtuber的隱私是沒什麼保障的 所以建議大家 當台V一定要用變身器 出席活動最好也是遠程登場 只要稍稍輸 跟蹤狂就出現了